觀眾朋友 今天再來談談在澳洲 自首的自稱為共諜的王立強案 越來越擴大 昨天在晚上我們節目的時候 也談到非常重要的 這叫中國創新的主席向欣 跟他的太太公卿 原本在昨天要離開臺灣 不過就被我們的相關檢調單位說 因為你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 所以昨天到北檢 而且經過覆訓之後 今天已經正式列為被告 而且限制他們夫妻出境 以及做相關的這些所謂的活動 但是我們今天要來談談 民進黨表示希望能趕在這個會期 這個會期其實也快要結束了 儘快通過叫做反滲透法 是不是能夠透過反滲透法 來搶救現在的國家安全 不過在野黨一直批評說 這民進黨拿這件事來去做選舉的政治操弄 所以看到黑影就開槍 究竟反滲透法是什麼 而現在的所謂的共諜 不管是王立強 乃至於向心的案子 辦到什麼程度 整個國家安全到目前為止 出現了什麼樣的漏洞 所謂的媒體被買了 公廟被買了 地方派系被買了 甚至政治人物都被買了 這是事實嗎 如果有國家安全的漏洞 又該怎麼樣去彌補呢 今天要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余婉如 余委員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歡迎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的主任 陳惠銘 信聰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待會韓國瑜競選辦公室的發言人 葉仁直也會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先來歡迎是台灣戰略研究學會的研究員 舒子雲 舒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我們來看看向心夫妻被列被告 而且限制出境 二十四號晚間 中國創新董事會主席 向心和他的妻子公卿 在桃園機場被攔下 北景二十五號漏夜覆訓 直到二十六號凌晨 夫妻兩人被裁定限制出境出海 沒有什麼政治動作 這是個司法作為 所以講的關執行這個職務 都是獨立的 由於日前一名自稱共諜的中國男子 王立強透過澳洲媒體披露 香港中國創新投資公司 其實就是中國情報機構 企圖介入台灣選舉 而經濟部投審會透露 中國創新投資公司 早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就曾匯入外幣約一億新台幣 申請在台投資設立中華資本公司 計畫經營不動產買賣租賓等業務 並以香港居民身份申請 其中包括相親及其妻子 公親女兒向子玄 一家人等 投審會經過四個多月時間審查 最後以違反國安為由 撥回申請案 因疑似入資身份 遭投審會擋了下來 卻沒有斷了來臺投資意願 臺大教授高承妍 在彈花慶節目爆料 說兩年前他所經營的地熱公司 也曾接到相親投資邀約 但外界更關注的是 相親夫婦是中國情治單位的身份 總統蔡英文要求國安單位 啟動國際情報合作 進行了解 外交部二十六號回應 臺灣願意和美澳等理念相近的國家 持續合作 另外根據週刊報導 相親夫婦近年來每個月都來臺灣 每次停留約三到四天 並已經在臺北市信義區 購置大量的不動產 而這次則是以醫美籍 見檢名義入境 因共諜案才曝了光 遭檢警逮個鎮著 而全案將朝違反國家安全法發展組織 罪方向來偵辦 記者綜合報導 介紹第四位特別來賓是韓國瑜競選辦公室的發言人 葉元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之所以特別邀請您來 就是說您或許 韓國瑜或許是這件事情的當事人 但也或許是無辜被牽涉進來的所謂的第三者 但我們先話說從頭了 王立強案昨天我們有談到 他特別是在澳洲的部分 香港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就只談臺灣的部分 他談到說中國在臺灣的間諜有很多據點 包括餐廳 IT公司等等的 然後透過許多的假IP網軍來去摧毀 他的敵人就是臺灣這部分 那特別是要推翻總統蔡英文 透過網軍要來影響明年初的總統大選 紐約時報的報導說 包括二十萬個假帳號 可以理解成二十萬個網軍 五十幾個網路平臺要來攻擊民進黨 攻擊臺灣特定的這些所謂的政治 以及滲透臺灣的媒體 宮廟跟基層組織 看中國談到所謂的呢 給每個人每年兩百萬到五百萬人民幣 來去滲透各個傳播 以及媒體領域 對媒體投下了六十億新臺幣 像是中天 中視 中視 東昇 TPB那TPBS的部分呢 在今天媒體上有一個澄清 然後說其實在這樣的訪問 沒有談到TPBS 那是談到TPB等等的 那特別是針對去年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海外捐款捐給韓國瑜兩千多萬人民幣 韓國瑜其實在這兩天有談得很清楚 他如果有拿到一毛錢新臺幣的話 他就立刻退出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你們從頭到尾都查清楚了 沒有任何不當來自於對岸 特別是間諜那一部分的資金 當然沒有啊 如果如果真的有的話 真的就不用選了啦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啊 我覺得韓國瑜是受害者啦 因為整件事 現在為什麼大家會高度關注這個議題 平常聽說這個議題如果不是發生在現在的話 可能大家關注度不會那麼高 是 但是為什麼那麼高呢 是因為現在四十幾天就要選舉了 而現在比較有可能當選的總統就兩位嘛 蔡英文跟韓國瑜嘛 那他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對誰的影響比較大 當然是對韓國瑜啊 我們的傷害比較大啊 你看在消息第一時間出來的時候 很多綠營的政治人物 就打折水棍上借機操作這個事情 包括綠營的網軍 我看到很多綠營的粉絲團 都直接做圖 就是說共諜承認韓國瑜 有給了韓國瑜兩千多萬 用承認喔 不是用指控喔 所以也是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事件 去操作選舉 影響選舉結果 所以韓國瑜當然是受害者嘛 我們待會會放韓國瑜 對這件事的看法 他談到說王立強 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詐欺犯 但我們也談到說 當中國指出來王立強 是被判刑的詐欺犯的時候 澳洲相關的媒體說 王立強是個化名 既然是化名 你怎麼找得到所謂的判決書 又把中國打了一次臉 何以認為韓國瑜說 他是詐欺犯 有什麼任何的根據 排除他是共諜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淪落一個各說各話 為什麼 因為現在王立強 他都沒有拿出任何的證據出來 一般以前有所謂的間諜 像美國的間諜 曾經他要爆料 他就拿文件出來 去給英國的衛報 或者是其他的媒體 他們報紙是直接披露 所謂間諜所取得的文件 那些文件 可能包括上級交付他的任務 或者其他的 比較可以證明 他是間諜的文件 但是現在有披露東西是什麼 是王立強本身的自白書 《紐約時報》說 他拿到十七張王立強自白書 請問什麼是自白書 自白書就是根據他自己的作文 馬可波羅遊記 也是他的協作 所以這個沒有任何的可信度 那我們是希望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要對韓國瑜做任何指動 拜託拿出證據出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國安單位請協助去查 到底王立強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 國民黨今天甚至於講說 請小英政府 去把王立強接到臺灣來 給他政治庇護 因為如果王立強 我退一萬步來講 王立強如果講的是真的話 那不得了 共產黨透過他去影響臺灣去年的選舉 那是知識可大 那你不查嗎 所以你查兩個好處 第一個你可以維護國家安全 第二個 你也可以讓這次選舉 如果有被冤枉的 給人家一個清白 如果沒有被冤枉的話 你也可以剛好借這個機會 給對手痛痛痛的一擊 瞭解不過蘇老師 我要請教你 這部分其實會牽涉到很多個層次 第一個剛剛是談到說 到底所謂的這個王立強 是不是共諜 有沒有給韓國瑜錢 有沒有影響到二零一八年的選舉 第二個是王立強 他說的到底有多少個部分 是權威真還是權威假 還是部分是有真實的這些情形 整個現在政府該如何因應王立強案 不過我們來看看 最新的消息是 王立強剛剛在他的這些說法裡面 談到一個非常關鍵的 他就是被這間公司所吸收 這間公司叫做中國創新投資 最重要的人叫做行政總裁向欣 他的太太叫公卿 本來昨天要離開臺灣 被攔下來了 說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 然後在今天 在昨天限制出境出海 也在今天列為被告了 向欣說呢 王立強講什麼都不知道 但向欣願意全力配合 而釐清事實 中國創新聲明說 王立強根本不是員工 新聞報導都是虛構 都是偽造的 那臺灣的投審會說呢 兩年前確實收到中國創投 要來臺灣投資 但是基於國家安全理由 駁回這個申請案 中國創新提出數願之後也敗訴 所以錢沒有透過這個管道 進來臺灣 那王立強跟澳洲媒體爆料說 中國創新是中共滲透臺港的基地 而且申請政治庇護 那為什麼剛剛好爆料之後呢 向欣來臺灣 然後要離開的時候 就把我們扣起來 這個檢方沒有多做說明 我再請教一下 好多個城市需要釐清 那也不代表說 有一個部分被證實 就全部為真 有部分被否定 就全部為假 這件事該怎麼理解 我是這樣看 就是依照我們長期 對各國情報單位的 那個實際活動研究 就是情報作業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一定是單線作業 正常來講 那第二個一定會設斷點 免得說你這條線被破了 就會去再抓到其他的那個 就是情報作業的那個 整棺都出起來 像螃蟹 跟那個 跟那肉粽棺的 對 整棺都拿起來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去考慮的地方 那不過他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證明 就是他說詞 我大概再解釋 第一個 公親女士 照目前所知道的那個 他股市公開的資料來講 他就是在中國的科技集團工作 軍工的科技集團工作 國防科技 那他們公司在早期成立的時候 還有兩位先生 這個是目前還沒有被找出來的 我們就是今天晚上正好 把那個一併的給大家參考 一位叫王慶瑜先生 他是在所謂的當過黨委書記 還有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的局長 他當時是當執行董事 那另外一位林天順先生 他也說是在中國軍方的大型國企工作 也是有軍方背景 所以這公司很清楚 在兩千零二年 他那時候就是炒創的時候 就已經是說鎖定 要做這個國防產業 跟一些國防科技的部分 那這些就是具體 有人名的部分 很清楚的就是很特別 這位公親女士 就是向心的那個夫人 他是留學澳洲的 那裡面這一位王慶瑜先生 也是在澳洲的 是 所以這一次的事件 我們現在從這個已經曝光了 這些事情來看的話 的確就是說 目前大家會質疑的是說 這位王先生 王立強 他才二十六歲 二十七歲 他怎麼會知道這麼多事情呢 這個邏輯上跟我們剛才講的 就單線作業 而且情報會設斷點不符 可是現在澳洲情報局 就是他們叫做那個安全情報組織 然後這個布傑斯局長 就是他們的最高的情報負責人 出來證明說這件事情 他們已經調查了一個多月了 那基本上都去對於這位王先生 他所謂的那個自白書的部分 用事實去檢證說 有沒有這些事情等等的 是 這是非常特別的一件事情 因為從冷戰時期 柏林是東西方 間諜的一個俱樂部 那時候有很多什麼雙面諜等等 但是很少有這樣的案例 就是說一個情報組織的負責人出來 告訴大家說這位王先生的事情 他們已經經過基本的那個查核了 所以這個事情我想就是後面應該還有很多的 那個線會拉出來 目前剛才主持人講 為什麼這麼巧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王先生目前 我們所看到公開資料很清楚 他是十月的時候 就去跟澳洲當局 就是說所謂的自首跟要政治庇護 所以他會交代出很多他所知道的事情 那他會自所以會知道這麼多事情 很可能像史諾登美國之前 那個國安局就是把一些資料外洩的一樣 在他的業務 他本身是沒有負責這麼多線 可是因為他接觸到這個公司的核心 所以他就知道很多的業務 那細節需要去查證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情況看起來就是 他在十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去跟澳洲當局就是可能做了一些公訴 而且經過查證 就是初步的認為說這些事情是有存在的 但細節要去補證 是 那第二個就是說 到了現在十一月底 快要十二月了 那突然在上個禮拜六的時候 就變成澳洲六十分鐘的節目播出來 六十分鐘在澳洲是一個很嚴謹的新聞調查節目 就是他的那個 就是製作團隊對於所有的事情 都會做基本的查核工作 那再來接著就是說 正好怎麼相親夫婦 他們這正好在臺灣 是 這可能是一個巧合 那也可能是說 也可能是臺澳之間的情報 有比較密切的互動 這個部分我們就不好去揭露 就是說因為其實中華民國 就是說在外交上也許很多困境 不過這件事確實有些疑點 但確實也有一些可信的地方 疑點就是在於說 這麼年輕有可能是這麼關鍵的情報 中間頭子嘛 然後他所謂的也違反所謂的單項 你不可能知道這麼多事情 對啊 可是你也不太可能認為說 所謂的包括澳洲的六十分鐘 澳洲的情報單位 澳洲的政府 大家說隨便抓一個 所謂的那個詐欺飯 然後你就大剌剌的去專訪他 大剌剌的把這件事情變成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國家安全 國家情報的這個事情來處理 這也無法相信 不過我再請教一下那個余偉 這件事當然還要繼續查 恐怕短期之內 都不會有一個明確的資訊 來去佐證 可是民進黨在這件事情上 態度非常明確 緊急要立法 立什麼法呢 叫做反滲透法 那現在民進黨 已經有這個草案版本 等一下我們會許來好好看一下 每一條其實也只有十二條 目的是什麼呢 只是要針對境外敵對勢力 那很多在野黨說 那美國有CIA啊 你不要向美國說嗎 但是這一個民進黨的版本說 我只針對敵對勢力 所謂的敵對勢力 剛剛講的就是老共的啦 滲透干預的方式 那包括說呢 什麼叫敵對勢力呢 跟我們正在戰爭的 現在應該沒有 或是武力對峙的 現在應該有 然後呢 首張採取非和平手段 危害台灣的主權的 這當然有 就是對岸 那滲透來源呢 是說這個敵對勢力的政府 政黨組織機構團體 或是派遣之人 或是他可以實際控制的任何的形式 這種組織團體等等的 再來呢 你如果接受他的滲透來源的指示 委託資助捐贈 如果你違反公投法的規定的話呢 判五年罰五百萬 如果你違反政府總統選霸法的話呢 判五年罰五百萬 如果你違反遊說法的話呢 判三年罰一百萬 如果你擾亂社會秩序 判一到七年 但如果你自首說 我當然是敗 因為你的自首 所以讓國家的安全 免於受到重大危害的話呢 可以減刑 甚至全部免除其刑 第一個 為什麼要這麼快的 透過這個版本 第二個這個版本 真的可以防堵那些漏洞嗎 我想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面對這個中國的滲透 然後還有就是資訊站的這些部分 其實全球很多國家都在討論 這是一個新的政治治理的一個課題 那臺灣其實我們在去年一二四選完之後 其實民眾才感覺到說 其實中國的滲透 對我們臺灣民主的一個危害 所以像後來陸陸續續就有揭露 譬如說像瑞典大學 還有講說臺灣是受到境外假訊息攻擊 世界第一的國家 或者說英國的報導 就提出來 就說這個臺灣的媒體 受到中共的指示 所以這些這段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已經開始 在看到民間有越來越多人 希望討論學者 國際的研究資料 然後我們其實在立法院 我們才開始就是說 跟民眾開始去 就是跟這些學者 還有激進黨 民進黨跟經濟黨 我們就開始在討論這些部分 但是我想講的是說 其實在民間討論 跟到立法院討論 其實是不一樣的層次 所以我們在開始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實力 他們就有點緊張 所以他們在上個會期的 五月二十六號的時候 提出了他們的版本 三十一號一讀 就想要直接淨敷二讀 但是這個法 其實我們知道 他的這個牽扯是非常廣的 主要來主要原因是說 第一個 他是國際關係的一個 一個這個 有一個緊張關係 因為六月到九月 今年六月到九月 美國國會才拍板定案說 我們這個這個軍機 F-16V的這個採購案 才讓他通過 所以說 如果我們這個會期 不能夠先處理 F-16軍機採購案 這個三讀的話 預算案三讀的話 還有就是我們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的話 很可能會影響到 我們台灣的國際關係 這影響會非常重 因為我想要remind的是說 當初台灣 本來陳水扁的時候 想要跟美國採購 但是遭到國民黨 強力地揹個六十幾次 然後一直到馬英九的時候 美國對台灣沒有信心了 所以他就 他的這個國防武器 不賣給你了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F-16V過了二十幾年 我們才再次採購 所以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法其實在這個 當初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立法還是修法 其實共識就沒有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法 他這個提出來之後 就像我剛剛提到 實力很倉促地提出這部法 但他裡面可能牽涉到說 一些比較敏感的東西 譬如說像是台商 有些是無辜的台商 你要怎麼辦 那媒體會不會有前置言論自由的事情 這些東西都沒有仔細地討論過 而且也沒有就是 他也可能會牽涉到說 我們自己這個院內 我們剛剛提到的F-16特殊 這個戰機採購的案子 還有就是總預算案的這個進行 其實我們都要佈全局的 所以其實我們後來 一直很努力地想辦法是說 讓這個美國 我們參考美國的FARA 還有參考這個澳洲的這個 境外勢力的這個揭露法 我們希望說在臺灣 找到一個適合的法案 來去做這個中國滲透的一個反擊 那現在民進黨在弄這個反滲透法 就不會有倉促立法的問題嗎 我就要講就是說 其實這個法 我們其實討論了 真的非常的久 那當然就說 我們是希望說 各種代價的意見 都能夠到立法院來去討論 所以我們跟基進這邊 也是多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才在這個這個會期出 把這個法案送到立法院 那但是就說 我要講一個概念說 其實滲透是什麼概念 大家一直沒去討論 他就很像是一滴一滴水 到最後匯聚成一個湖 他才會有他這個 就是顛覆或者是這個 老亂民主體制的一個樣態出來 所以民進黨團 這是提出來的法 其實也是經過盛思熟慮的在於 就是說他主要就是這個禁止 但他禁止的東西是說 已經成為一個樣態 很明確的一種行為 那他就是禁止 那如果說我們要在這個會期 找到最精華的部分 能夠透過這個會期 最後一點的力量 讓這個法能夠盡量的二讀 甚至三讀的話 我們必須得要抓住 最重要的部分 這也是民進黨版的一個精神 就是很明確很嚴重的是 這一個法所要規範的 那我請教我們退一萬步 想假設王立強所言為真 那麼我們現在也有了 這個反滲透法 現在這個反滲透法 有辦法把王立強所說的 包括他透過六十億的金錢 買下臺灣的媒體 包括他透過不同的方式 轉來轉去捐給特定的選舉陣營 包括說他進軍到所謂的 那個地方的宮廟 地方的派系 也包括說他用二十萬的假帳號 用所謂的網軍來攻擊臺灣 反滲透法可以堵住這些漏洞嗎 我另外想要講的是說 假設如果今天好 我剛剛就提到滲透的概念 如果假設我們只是揭露的話 那這個揭露 他有沒有可能就不來登記 那不來登記的話 我們立這個法 會不會有他一定的成效 那我們現在提的 這個反滲透法 其實他是禁止 那禁止 當然你會講說 那你要去定他的罪 你要去調查 這個東西可能還要花 花費很多的力氣 特別是說我們知道 其實現在中國 他們滲透臺灣的手段 他會用不同的方式進來 就像剛剛提到 像向信的公司 他在香港 他是一個空殼 對不對 那他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資本額 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一些 帶解的一些議題 但是就是說 至少我們在這邊 先把已經成為 就是在過去 從這個 我們開始去理解 這個新的滲透樣態 然後新的資訊站 這個狀態 然後已經成形的這些行為 我們先讓他去能夠禁止 那這個是 我覺得是在這個會期 因為時間真的很有限 情況之下 我覺得至少在上個會期 我們通過的國安無法 因為像上個會期 我們通過國安無法 最近這個綠黨 不是有去去提告 這個無私懷的這件事情嗎 其實就是用我們通過的 國安無法去提告的 至少我們讓這個行政部門 在司法體系有這個工具 我可以去提告他處罰 否則的話 我們連基本的工具 都沒有更別講說 是調查了 是是是 不過可能要稍微補充一下 剛剛我們談的那些 其實不是只有 還沒立法的 反滲透法 有辦法因應 我們還有包括說 國家安全法 有包括所謂的相關的刑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等 都有相關的規範 但這些規範很顯然是有 非常大的漏洞 我們現在才需要去談到 不管是所謂的那個 中共代理人法 乃至於今天的這個 反滲透法 請教惠敏之前 我們來看看 包括總統蔡英文 前行政院長賴清德 以及韓國瑜 都對這樣的法 以及王立強事件 做出回應 我們來看看蔡總統的說法 高興北淡水幫立委參選人呂孫寧 浮選 總統蔡英文不只參拜 還參加座談 但面對選戰倒數 王立強共諜案 持續延燒 傳出總統蔡英文指示 國安單位啟動前往澳洲查證 蔡英文再度強調中國介入滲透台灣選舉 是時時刻刻存在的事情 而搭檔參選的副手賴清德南下屏東 替黨籍立委參選人中嘉賓 輔選時 則呼籲國民黨及對手韓國瑜 不要再幫中國辯護 蔡萊佩全力拼複選 現在卻有投蔡萊佩 但政黨票不一定是指控的 影響民進黨的聲音 出現分裂投票危機 蔡英文則對不分區名單再掛保證 蔡英文面對兩岸強調採取不挑釁 不冒進的態度 堅守國家立場和底線 隨著選戰進入倒數階段 也再打正機牌 希望拉抬選情 轉換為實際票源 我們也來看看韓國瑜怎麼說 不過惠民我們大概沒有任何的 足夠的證據說 這個王立強是詐欺犯 還是百分之百的間諜 但我們可以有足夠的方法來去談 現在這個民進黨的反滲透法 有沒有辦法堵住國安漏洞 我想先回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想回韓 韓國瑜候選人 或我們的市長 就是其實我們care的不是 哪一個人當上總統 我們care的是臺灣的國家安全 這個是前提 所以他發生在影響這個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大的恐 就是討論 或者是說韓正寅急責要澄清 是因為他的的確確有影響 因為他跟國家安全有關 那第二個我想回一下 余委員的部分 因為我們其實在五月三十一號 一讀以後 其實立法院就修會了 所以我們在修會之後 是希望在臨時會裡面 能夠把這個法案 能夠排入議程裡面做討論 並沒有說什麼禁服二讀這種東西 在臨時會的時候是喊出來 希望反滲透法 還有同時五月三十一號 民進黨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也一樣有這樣的法案進來 我們希望能夠討論 所以這個其實是在六月七月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希望能夠有排案 那一直到說其實今年開始 就是下這個最近的這個會期 開始以後 的確占基很重要 的確政府整個預算很重要 可是立法院不會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戰機是財政跟國防兩個委員會在聯審 而這個專法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是內政委員會在審 根本就是不同的委員會 如果今天執政黨願意把這個案子 排到裡面的話 那其實不會走到現在變成 衝衝出出的樣子 然後現在我再談一下這個反滲透法 其實剛剛主持人講的沒有錯 譬如說他這裡最大問題 為什麼我們先都姑且不要管登記 是否會造成疑慮這種問題 或者是說他到底會不會有這些效果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剛剛委員也講很清楚 他就是一個行為樣態很明確的 可以處理的東西 簡單說他就是把所有東西 擠在一部法案裡面 就從每個每個裡面討論的 可是在關於中國的對臺灣的一些 各個的狀況裡面 我們最care是什麼 是宮廟滲透 我們最care是紅媒的部分 可是這個法律沒有辦法處理 而我們自己可能我們自己實例提的 包括像是廣電三法的一個法案的話 其到現在沒有辦法排身也是很 覺得很可惜 那不過如果說這個法案 民進黨禮拜五一定會把它淨附二讀 那淨附二讀以後 總是要黨團協商 應該不可能說一路輾過去 就是要到三讀 我想不可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還會竭盡所能的 希望能夠在就有的這十二條裡面 能夠把大家最關心的 包括宮廟的滲透 包括說這些地下金流的部分 包括像紅媒的部分 能夠盡量放進去 而且這個裡面 淨附二讀 如果有不同黨團有意見 就是忍動期一個月 對 其實這個時間可以算 這個會期到下個月初 沒有 憲法規定是十二月三十一 然後其實現在有一個討論案 是希望說能夠把修會 是在十二月十八號 可是其實在立法院 組織法第六條規定 如果在修會期間 就是停會期間 任何人只要四分之一的立法院 簽署的話 他就可以回到立法院 換句話說 如果民進黨真的要過這個法 在這一屆這個會期還是可以過 是可以做得到 我們也希望他做得到 OK 那我們再強調說 剛剛我們談到很多很多 所謂的國家安全的漏洞 這部分 他不會只透過一個法 來去堵住 剛剛我們也談到包括刑法 兩岸民關係條例 國家安全法 等等的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只談這個法 到底能做什麼事情 包括說 如果是所謂的來自於對岸 不管只是委託資助捐贈 等等的違反 不管是政府總統 或者是公職人員 或者是遊說法 或者是公投法 等等的相關 這個法能堵住多少的洞 這裡齁 我覺得是很有難處 難處是說 其實剛剛吳思淮那個 其實在聯事會過了一個 五至三條的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 那個很重要 是 那那個我們就過了 過了以後 我們也覺得是很棒的 這件事情 可是這裡齁 有幾個部分是有問題 比如說的的確確 我們的遊說法裡面 只有規定不能做什麼 但是如果你做了什麼 沒有罰則 所以他某個程度 是在處理這個部分 他可以判三年啊 對對對 他現在就是只有補這些 就是補這些就是以前 可能這個 如果這樣做了 然後就怎麼樣 那這個都是行為上抓的 那這個其實老實說啦 我覺得在國安無法 或者說其實民黨自己 以前提的一些法案裡面 搞不好都比這個好 因為行政院裡面 他自己就提了總統副總統的選舉 罷免法裡面 針對假新聞的部分 希望有所處理 那這個更接近我們在講的 這個中國滲透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其實是民進黨自己提出來的 行政院的版本 那很可惜就是說 其實行政院 在立法院裡面有很多 包括委員在努力的法案 或者是說我們自己的 還有就是像是 陳丁菲委員也好 或者是王定玉委員的 遊說法也好 其實有很多法案 我們今天真的很希望說 即便他進附二讀 要拉就是要拉到協商 做一次好好的討論 也能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放起來 那慧米我請教 所以就時代力量的立場 民進黨已經提出這個 反滲透法 而且他也表明 這個會期這一屆就要過 那時代力量是支持還是不支持 是要加什麼 還是要減什麼 還是說根本不應該立這個法 還要立另外一個法 到底你們立場是什麼 我們沒有這種偏執狂 對我來講 臺灣人民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只是在問一個問題 是說第一 民進黨有沒有真的要過這個法 不要說到時候禮拜五的時候 就怪到國民黨身上 說國民黨真民眾不同意 因為真民眾今天在程序委員會裡面 他就放話了 他就放話說 禁服二讀他是不會同意的 那這樣子是不是 他禮拜五的時候 民進黨我不知道國民黨 有沒有要去佔領主席台 因為年改跟促轉條例 國民黨也都不同意 也都是刪讀通過 對沒錯但是就是要有些時間 總是要有一些時間 那現在我們的時間 就是很很很急迫 如果以憲法來說 都以憲法的一個正常會期 就是到十二月的十二月底 這樣接下來就是臨時會 實在那樣的立場 是很希望說 既然這些事情大家都那麼在乎 然後國民黨也說其實可能韓市長 是受冤枉了 那應該最好的做法 就是讓這個法國來查個水落 釋出 調查清楚 調查清楚 然後我們希望在選前 就完成這個法律 不要把這個法律 當成是一個選舉的籌碼 不管是你把它當證書或負數 我覺得這都不好 因為臺灣人民care 不是總統選出誰 我們care 是我們有沒有一定的工具 可以處理 我們先不談國民黨 因為目前沒有國民黨的立委 在這邊 但是先請教韓國瑜陣營支持這個法嗎 我今天國民黨黨團 曾明忠講說 請行政機關來報告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對於這個草案 不了解 包括剛剛實力的主任也講說 這個法案好像可以處理的部分很少 那舉了一個遊說法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修遊說法就好 你為什麼要推一個反滲透法 他到底目的到底是什麼 現在整個社會對於滲透這兩個字 也有很多疑慮 會不會造成很多冤案 比如說台商之間互相的指控對方說 你有滲透 那到底怎麼去認定 會不會成為另外一種白色恐怖 我覺得疑慮很多 你如果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就要貿然通過這樣的法 那是不是整個社會都會接受 那應該要花比較長的時間來討論 不是說反對或支持的問題 是 而是說對一個修法 大家應該要嚴謹 那在這麼急迫的一個時間點 因為勝選舉只有四十幾天 忽然間又推這個法出來 難免大家會認為說 這就是一個選舉的操作 所以我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說韓國瑜陣營 反對在這個會期 這麼倉促地通過這個法 當然那麼倉促 當然是一個修法 我覺得一定要嚴謹 那你現在提不就是選舉操作嗎 還有另外 今年七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 蔡英文不是講說 國安無法最後一個拼圖已經完成了嗎 那為什麼忽然間又要推中共代理法 但如果很快地通過這個法 不正可以再選前還給韓國瑜一個公道嗎 這兩個沒有任何的必然關係 我們現在法律難道不能夠 處理王立強的部分嗎 難道沒有這個法 王立強就可以逍遙法外嗎 而且去王立強講的都是去年的事情 那去去年的我們的國安單位 為什麼都沒有發現 假設有的話 那我再請教一下委員 剛剛還是那個問題要請教你 為什麼這個會期通過這個法 這麼的重要 我們就好好來看一下 這十二條 其實也很容易 我們請導播讓我看一下電腦 總之呢先釐清 這個是針對境外敵對勢力 所以不要去談什麼美國英國 因為這個法就是要針對 我就講白了珍貴中國大陸就是中國了 那所以呢這個定義也不用談太多了 所以總之呢 包括中國的政府 中國所屬的組織機構 或是他的個人 然後呢他所設立或是可以監督管理或實質控制的 各類的組織機構 通通都在內 關鍵在於說 如果你違反公投法 違反政府總統選罷法 公職人員選罷法 或者是遊說法的部分呢 罰呢可以罰到五百萬 如果你又用強暴脅迫的方式呢 可以加重刑責二分之一 但我們來看看 最關心的就是政府總統選罷法 你必須是受到中國所控制的這些相關團體 而接受他的指示 資助或委託做哪些事情呢 我們來看看 剛剛談到政府總統選罷法呢 這是要違反第四十三條 你第一個你要先受他的委託指示的錢 或是命令做哪些事情呢 公開演講或為候選人宣傳 為候選人站臺或造勢 或者是貼發印傳單宣傳 或者是掛旗子看板布條 或者是用大眾傳播像電視台報紙 來去宣傳 或者是敗票募款等等的 因此我還是請教一下委員 很顯然他要構成處法的要件是第一個 你是要受所謂的間諜組織所委託 還有他的錢 第二個你要很明確地做了這些事情 才會違反到反滲透法 這個涵蓋的範圍會不會太小了點 其實說老實話 這個就是像剛剛原資提到 就是說他們一直都很反對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在細看法條 就一直在跟大家跟國人講說 我們是在綠色恐怖 然後我們是在這個 這個就是冤枉台商 其實我們在這個法裡面 對於這個要件 構成的要件跟對象 然後他的行為 其實是有非常明確的 這個定義的 就是說你一定是要受到這個 想要滲透的這個人的資助 或者是委託或知識 你做這些行為 然後又構成這樣的結果 你才會是這樣子的一個 觸犯的一個法規 那所以換句話講說 我們這個法規其實是非常的負責任的 那這一次為什麼會希望說 這個會行能夠趕快去通過 原因就是因為其實這個法裡面 我覺得已經算是最大的一個 就是支持就是公約 公約數了 那裡面已經排除了 像是之前爭議比較多的 譬如說有沒有前置這個 有沒有可能變成說 是一個前置這個言論自由的 或者是說有沒有可能變成說 是一個冤枉台商的 那這些國民黨考慮的這些東西 或者是說這些東西在之前 我們沒有辦法就是交代清楚的 這些有些爭議的 我們在這個法都排除了 所以這個法其實他是非常嚴謹的 在去定義這些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這個法裡面 你可以看到 甚至連所謂的境外勢力 我們在過去的陸海空軍刑法裡面 其實也有一個這樣子的概念在裡面 換句話講 所謂敵對勢力這些 我們其實在其他的法裡面 都已經有 譬如說像是通訊保障監察法 中華民國刑法 或者是國家機密保護法 其實這個概念已經用了非常多次 我們在這個法裡面 也是特別在更具體的指出 就是說如果他是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 危害我國主權之國家或團體 才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裡面這個 反勝通法裡面 直到的敵 境外敵對國家跟人的定義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國民黨能夠看清楚這個法案的內容 不要就是沒有看 然後到處這樣子去亂講 那我覺得其實這樣子 很明顯就是說 他們真的很不希望這個法能夠在這個會期通過 不過委員 這就是兩邊不同的批評 一邊批評說 這個法太籠統 指涉太廣泛 會濫殺 無辜 涉及殃及言論自由 或者是殺到台商等等 很顯然完全不是這樣 那很顯然就是另外一邊 對這個法的批評 立了一個法 但恐怕你抓不到犯法的人 因為不會有任何一個間諜 笨到說立了一個法 然後或者是寫了一個文字 就是說我就是要來做這些事情 讓你抓 也就是你光立了一個法 但實際上補不了那個洞 是 但是我剛剛也提到另外就是說 我就在建立一個法 要你來登記 真的會有人來登記嗎 所以我在講的意思是說 這個原本的這個影響力揭露 或是說這個境外勢力登記 我們覺得能夠透明 讓民眾能夠知道 我覺得都很好 但是就是說 在這麼短 這麼緊迫的會期的下面 我們到底要優先處理什麼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假設如果今天我們在談的是 中國或是敵對勢力的滲透 當這個滲透已經到 可以造成國家主權的安危 或者是威脅民主體制的這個樣態 這個行為已經出現的話 因為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臺灣是長期被中國滲透的對象 是 臺灣是長期被中國滲透 所以其實在這些樣態 這些行為其實已經越來越清晰 尤其是在我們過去這個一二四選後 其實民間 國際 學者 不同政黨之間 我們做了很多的討論 所以這些樣態是比較明確的 也因此我們把這些可以優先處理的 就像國安無法一樣 我們把這個反滲透的這個樣態 定出來 放在這個法裡面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好意思 我想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剛剛這個有提到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這麼急 還有就國民黨 大家忘記了一件事情 十月三十號 當我們的這個法案 就是所謂的境外勢力的這個揭露法案 要這個 要一讀的時候 大家還記不記得 遭到國民黨強力的杯葛 甚至關上了協商的 法條協商的大門 所以剛剛我覺得很不公平 就說這麼多委員會 為什麼不處理 問題是說我們就有兩個人質在那邊 一個人質就是這個戰機 特別採購條 條例 這預算條例的這個案子 另外一個就是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兩個人質就在這邊 那國民黨如果再繼續用杯葛的話 我們這些案子 很可能在這會期 沒有辦法如期達成 沒有辦法如期達成 結果就變成說 我們私信於美國 或者是說我們未來的這些 總預算案案就被卡住 是 這些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是 不過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 在這次處理完這些案子之後 我們快速的提出我們準備好的 就覺得這個會期 我們要努力衝過的法案出來 是 我之前想要蘇老師 就是說如果我們先不從政黨的角度 就純粹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去理解 在這個會期是否有利 這個由民進黨所提出的 反滲透法的草案的版本 我們來看看 這個時候民進黨這麼急著通過這個法 對國家安全真的有幫助嗎 來看看 立法院民進黨團總召柯敬明 親自召開記者會 公布反滲透法草案條文 要不足國安無法的不足 呼籲朝野支持 針對境外體制實力的滲透干預 然後最主要是 確保國家安全社會安定 當然最主要是維護國家主權 以及民主憲政的秩序 這個法就是這樣一個 這個原則 草案民進任何人不得接受滲透來源指示 委託或資助 捐贈政治現金或影響選舉罷免公投行為 違者最高可出五年有期徒刑 也不得進行遊說 以非法方式擾亂社會秩序 或妨害集會遊行 犯罪而自白或自首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但上週六才爆出中國間諜王立強 到澳洲尋求政治庇護事件 週一反滲透法草案就公布 使今敏感引發國民黨團之一 民進黨團強調草案佈局已久 而且不踩登記制 是為了避免更多爭議 不過親民黨團總召李鴻 均則認為 不過親民黨團總召李鴻均則認為 修改民進黨團強調草案佈局已久 修法應該要嚴謹 對於民進黨團提出的反滲透法 時代力量表示支持 希望國親兩黨不要杯葛 而這個滲透法草案 預計週四召開公聽會 週五進負二讀 立拼這個會期完成三讀 記者 蘇老師不通政黨有不同立場 但是就國家安全角度呢 我想很清楚了 就是說民進黨這個版本 已經是最小的限縮了 老實講 從來源對象 我們說直白點 以前的伊斯蘭國 兩年前 他說要攻擊台北 他就是所謂的武裝 要顛覆中華民國的敵對境外勢力 所以他的來源有幾個 一個是敵對 第二個是主張暴力 是 那再來是給實質的那個資助 這個部分已經是把那個來源對象縮減到最小 也就是說整個法的精神是對於 既有的那個憲政運作的影響是最小 而是排除外來的影響 第二個他的精神很清楚 就是所謂的民主自衛的精神 這個在歐洲國家已經是用了幾十年 從冷戰開始之前 就已經有德國基本法 他就是說不得主張極端的訴求 等等等等的這些議題 然後在實務上 以色列也用類似的精神 在一九八五年解散了凱基黨 就是一個激進的政黨 韓國也在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解散一個叫做統一進步黨 就是說用很激進的方法 他變成北韓北韓的側翼 來跟北韓的主張做呼應 然後在我們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有所謂的憲法的訴訟法 其實在這憲法訴訟法七十七條 就有說大法官會議可以解散 違反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政黨或組織 這個部分 那但是他沒有法則 他只說只能解散 所以在我看來就是說 對照澳洲他的這些國家安全法 還有反外國的干涉法 還有美國的代理人登記法 等等等等之外 這個法我覺得是相對是最小的 那個限縮的部分 但同樣的問題 您會擔心這個會成為一個叫 不好意思叫積勒 就是說擺在那邊好看 但實際上一點用處都沒有 其實是這樣子 他現在說他的目的性只是說 最小限縮 但是工具有洗錢防治法 你要成立這些所謂反生動法裡面的要件 不是說只有一個事情就成立的 那你要去追金流 就包括我們現在看到上面的所謂 滲入台灣媒體的方式 從金流可以追人 那就可以追事情 他只是一個所謂的就是說 像一個一個警報器 就是當某某組織或個人 有這種傾向的時候 他也許就會成為說 去那個調查對象 其實我是這樣看 就是說我們國安法裡面二之一條 也有境外勢力的部分 但是相對的就是說 他沒有把這些部分 就是語語細則化 那第二個他所規範的對象 就是說你不可以主動 但是如果中共或是說其他的武裝的境外勢力要 那個資助你 其實他是沒有罰則的 是是是 所以我相信說這個法 他就是說在這個時間點 他是有這個必要性 而且剛才主持人 我們剛才講一半的就是說 為什麼說這個時間點 有王立強等等的 其實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就是所羅門跟中華民國斷交 他就是這件事情的真正的起點 從那時候開始澳洲警覺到 就是中國對於澳洲的 這個地緣戰略的威脅 第一個 他所羅門跟臺灣斷交之後 中國就立刻要去那邊建立一個 圖拉斯島的海軍基地 要去把整個島買下來 重複他在其他國家的做法 然後在上個月兩個禮拜前 就是他又想去那個 所謂的那個布拉維桿這個島 再去做一個海軍基地 所以這個事情就讓澳洲政府整個是 等於說感受到明顯而立即的威脅 是 是 是這樣子 所以說可能是這樣的一個時間點 才會有說把整個 王立強他的自白 把他放出來 瞭解 不過我們也來看看 這是這一兩年 其實油花老師非常在意這種 所謂的一步一步蠶食 驚吞中國對臺灣的這種軟性 以及強制的侵蝕的方式 在應該是一兩年前 我們就找何清漣 何老師 來上節目 他談到他的那一本著作 《紅色滲透》裡面 就談到在零八年之前 中國對臺灣是暗渡成倉的 用資助的方式 投資的包括中時 投資的包括聯合報 投資的像是TVBS 等等的這種方式 這是暗渡成倉 零八年之後呢 就大張旗鼓的 直接透過自入性行銷 或是其他的方式 或是直接買下特定的媒體 這是一件事情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 包括之前金融時報 也談到說 像是中國時報的記者 或是中天的記者 他們的編輯呢 都是受到對岸的直接的影響 那當然中時系統 是完全否認有這件事情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再來看看 這幾個月 我們也談到統促黨 滲透全臺灣的宮廟 那包括說呢 直接錢給到各地的這些 宮廟體系 也談到說 包括林里長系統 包括校園的這一部分 統整這些方式 我還是想請教 不管是現在的 反滲透法 以及已經通過的國安武法 以及現存的 不管是金管會的 這些所謂的洗錢防治法 或者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到底臺灣現在打開的洞 有多大 我們該如何防堵 我們來看看這幾年 真的國家安全的問題 不是空穴來風 今年五月 汪洋在媒體人峰會上 向部分臺灣的媒體高層 宣傳一國兩制 引發軒然大波 還被外界視為是對臺灣媒體界的統戰 其實中國將手伸進臺灣媒體的消息 時有所聞 今年八月 英國金融時報也指出 有特定電視臺催生寒流 該媒體的記者更透露 中國國台辦可以對編輯部門下達編裁指令 對於報導角度也有發語權 但該媒體集團嚴正駁斥 自稱是中共同路人的張安樂 他所創辦的統促黨 近年積極在地方扎根 先前有週刊爆料 統促黨已經滲透三十間宮廟 在地方有染紅一綠的還不止宮廟 今年年初 中國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 廈門有六十六名台胞 擔任社區主任助理 平潭還聘請八名臺灣的村里長 擔任村委會執行主任 但被點名的里長陳青 只是社區交流 頭銜是對岸給的 但陸委會認為 此舉已經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從新聞媒體網路到民間 中國鋪天蓋地 積極對臺進行統戰工作 該如何防範 成為臺灣政府的一大挑戰 態度跟做法是 我覺得韓國瑜其實是還蠻反共的 他只是主張 就是說在這個國際縣市 不要特別偏向哪一股勢力 所以他常常舉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他說在臺灣的天空上面 有美國的勢力 有日本勢力 有中國大陸勢力 那臺灣如何在這個過程當中 扮演一個很巧妙的角色 可以謀求國家的最大力量 所以我們需要立更多的完整的法令 來去防堵嗎 我覺得不 其實我剛剛聽了 我一直不覺得是法令的問題 因為今天去推動這個反滲透法 其實也沒有解決掉什麼問題 而且是沒有急迫性的 要去解決問題 那為什麼要再選前去推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難免 會讓人家想到 這是一個選舉操作 假設韓國瑜當選了 選後之後 那韓正營會怎麼做 選後 選後 先當選 但是我覺得 我們的兩岸關係的立場 是非常堅定的 韓國瑜中華民國 而且是完全是反對一國兩制 那還有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未來前途 是由兩千三百萬人來決定 是 這些都沒有問題的 是 惠銘我請教 剛剛那個余永遠一直談到說 你如果用所謂的 中共代理人法 你用登記制 恐怕也無際於是 哪一個間諜會奔道來登記 對 但是不是卡在這裡 因為我該怎麼說 因為我們其實後來用的字眼 因為代理人太敏感 所以我們其實實在利昂用的是 在地協力者 那在地協力者 他就有包括法人身份 非法人自然人或者是團體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去處理 那我必須要說 這個法案就是 目前民進黨這個版本過了 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他真的沒有辦法去解決 大家在描述 中國滲透的時候的那些 種種的樣態 或種種的現象 其實大家都描述得很好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法案 沒有辦法去處理任何一個 包括我們講的媒體的問題 這是沒有辦法的 宮廟也是沒有辦法的 那以我們其實我們今天有 增列一個法案是關於財團法人法 因為之前在處理財團法人的時候 特別把宗教的部分拿掉了 那當然臺灣目前也只有兩百多個 是真的法人化的宗教 宮廟並不在這個系統裡面 但是這個是一個最根本 根本的一個開始 可是如果這個東西 我們也不處理的話 那他就很困難 那我還是想請教 我們務實來講 如果老共透過層層的所謂的 那個境外資金轉過來轉過去 轉到臺灣 我們預住特定的媒體 收買媒體 收買地方宮廟 收買地方派系 以及收買特定的候選人 是 我們的法有辦法二級嗎 我們其實今天提了一個法 是一旦證明 他是收收了中國的資金 他是能夠被撤銷候選人 跟不能增計成為候選人的 而且這個是本來選霸法裡面就有的 所以那我們的選霸法 就可以管得到 沒有 但選霸法沒有去管說 是那個資金來源 他只有說收收國外資金的話 那他就是要把這個錢 退回去或怎麼樣 現在目前只有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有加強 我們今天加強的是說 在希望能夠在政治獻金法裡面 規定說 一旦我收收的是這個的 這樣的錢的話 這樣的樣態 別的法規定 他可以撤銷資格的 在選霸法裡面直接適用 那我們今天其實有提這個東西 那還有一個部分 是我想要講那個統處長的部分 因為其實政黨法規定 今年十二月六號 就應該要兩年的期限到了 因為當時人民團體法改成政黨 社會團體跟財團法人 那這個部分其實 從處長現在還沒有完成登記 是 我覺得內政部要硬起來 應該要處理完 我想請教 當然有一部分是在指責 這個法太過籠統 但是另外一個可以指責更深的是說 太少太做得太短 影響太淺 可以多做一些東西嗎 其實我覺得當然如果說 時間許可的話 因為這部法從無到有 其實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 每一個法他都能夠經過 社會各界比較充分的討論 所以這一次民進黨提出的 這個版本是其實算是 爭議裡面最少的 因為原本有爭議的話 大概就是不正在這法裡面 然後他樣態是比較明確的 那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說 無論是境外勢力干預 或是這個境外什麼 反勝透這些法 他其實都是要在地協議人 或是在地的代理人 來自認識 不揭露真相的結果 只會讓更多人亡死 我不是叫你不要碰 我多評這個案子嗎 我們是記者啊 我有決你有錯嗎 你不要拿那套什麼新聞道德 來框枉 不顧家庭 你不要愛情 你今天訂婚還在工作 像你這樣子拚 一定要付出代價 做記者很高尚對不對 隨便寫寫你知道害死多少人 該放下來就應該要放下 該放下來就應該要放下 你知道我多愛你嗎 堅持是一條無止境的道路 柯達 是什麼樣的動力 是讓你想要用影像來記錄環境 而且持續四十年了 對我來說 環境記錄 是對於生命價值的一種實踐 那我用影像去傳遞環境變遷的資訊 是對於土地的敬意跟回報 我能明白 好的環境要延續 需要陽光空氣和良好的水質 這一切其實相關嗎 對 我們一起生活在這座島嶼上 每天必須共同面對 生活元素的變化 所以我用影像故事跟大家分享 我們怎麼對待這個環境 像我覺得 土地的養分不應該全部來自 人工的化肥 只要找到那片土地的特性 周路還是會長得很好 還會吶喊 書會呼吸 這一切自然的現象就在你我的身邊 跟你的生命是如此的緊密 一路走來 柯達 你會有無力感嗎 只要有人相挺 力量會越來越大 尤其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